2020年理论上会有非常多的新车登陆我国市场 但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很多新车的发布计划都被迫延迟 在这些可能于2020年发布的新车里面 我相信大改款的 Honda City 应该是最多人期待的一款车 这款车目前已经在泰国发售了 而且卖的也相当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泰国版的 Honda City 还有马来西亚版的 Honda City 大概会有怎样的差别 大改款的 Honda City 已经在去年正式进军泰国市场 而且它在泰国市场卖得非常好 平均每个月都有4000辆的销量 至于泰国版的 Honda City 呢 它为了符合泰国政府的 ECOCAR 第27 发规 所以采用了 1.0 的 VTEC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是 122 PS 和之前的 1.5 自然进行引擎没有差多少 可是它的峰值扭力达到了 173 Nm 这个数据已经和 Civic 1.8 版本差不多了 虽然动力很强 但是它的油耗表现同样还是很出色 根据官方的数据 Honda City Turbo 每一公升的汽油可以行驶 23.8 公里 至于它的 0-100 加速呢 根据泰国的媒体实际到这个赛道去测试 它的 0-100 需要 10.48 秒 以一台 B Segment 来说 我觉得这个成绩应该算是不错的 你们觉得对不对 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至于其他的海外市场会不会有 VTEC Turbo 引擎呢 其实我相信可能是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马来西亚市场来说 很多的消费者还是觉得 Turbo 车 维修费用一定很高的啦 B Segment 罢了我 做梦我要 Turbo 所以呢 我相信 Honda 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市场 可能会有两种引擎配备可以选择 也就是 1.5 的自然进气 还有 1.0 的 VTEC Turbo 喜欢 Turbo 的就买 Turbo 如果觉得 Turbo 维修费用会高的 那么可以选回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虽然可能会继续拥有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你们不用害怕 因为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 这一具引擎其实是全新的引擎 它的干净和充成都和现在我们 Honda City 使用的 1.5 引擎不一样 这具引擎会更注重在低扭的动力 还有油耗表现 所以呢 就算是 1.5 的 City 都好 它的动力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 因为 Honda 的引擎一直以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 空间方面呢 Honda 的车款同样也不会在空间让我们失望 我们可以看到 Honda City 的内装空间其实还是相当的充裕 延续了 Honda 一直以来的空间最大化设计理念 不过有一个特点要告诉大家的是 泰国版本的 Honda City 还有印度版本的 Honda City 在车身尺码上面有稍微不一样 至于差异在哪里大家可以看荧幕 马来西亚版本呢我们暂时不知道我们的会跟随着一个泰国版本还是印度版本 但是一般上相信 跟随泰国版本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在这个内装还有配备方面呢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个 2020 Honda City 的设计以及质感 全新的方向盘 全新的中控台设计让它看起来质感表现相当的不错 也不太像是一辆 V-Segment 的车 至于其他的配备方面呢 这个8寸的触屏主机绝对是一个亮点 而且它还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所以你买了这台车之后 你要在这个车上使用一些手机的功能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再来呢 2020 Honda City 取消了目前的这一个很帅很酷的冷气触控面板 取而代之的是实体的这个旋钮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实体的旋钮啦 因为你在驾车的时候啊 你要去忙操作 其实这个会比较直觉化一点 当然科技卡可能少了一点点啦 但是 我觉得方便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绝对 support 这个实体的按键 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另外呢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泰国版本的 Honda City 是没有数位化仪表的 不过根据印度媒体还有之前 ASEAN ENCAP 不小心偷偷爆料 其实 Honda City 还有一个版本是搭载数位化仪表的 而根据 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的这个作风 我们相信这个数位化仪表啊 马来西亚版本应该会有的 因为之前在泰国这个 Honda Civic 入门版是不采用数位化仪表的 采用的还是传统的那个资争 可是马来西亚版全车系都是数位化仪表 所以我相信 Honda Malaysia 也会采用同样的做法 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City 采用数位化仪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另外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汽车的世界 所以 Honda 为 Honda City 添加了一个叫做 Honda Connect 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个 App 之后用手机去远程控制你的车子 例如说启动车子啊 获取车辆的信息等等 目前在 B Segment 的车款里面呢 暂时还看不到这个功能 所以还是蛮有新鲜感的 你喜欢这个功能吗 喜欢的话记得留言 comment 让我们知道哦 最后要讲的就是 Honda City 的安全性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搭载 Honda 先行 但是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目前啊 很多的同级对手已经配备了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如果 Honda City 要和他们较量的话 这些配备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至于在车身的结构方面 Honda City 2020 还是获得了 ASEAN MK 的 5 星撞击车试成绩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质于 Honda City 的安全性啦 它应该还会是我们市场上 最安全的 B Segment 车子之一 目前的 Honda City 面世之后 因为配备啊 空间啊 外星设计等等都很有诚意 所以在马来西亚市场可以说是 势如破竹 一下子很少的市场 之前我还听说过 你要买这款车最长你要等8个月哦 而且它的销量甚至还曾经打败过 Proton Saga Proton Persona 这样的国产车型 所以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市场 对这个 Honda City 是多么的喜爱的 可是 在新一代的 Honda City 上面 它所面临的竞争会更为严峻 因为像是 Toyota Vios 啊 Nissan Almera 等等 它们未来的配备会更丰富 可能会超越 Honda City 还有 Proton 的未知车款也即将到来 它们可能都是冲着这个 Honda City 来的 所以 Honda City 要延续这个霸主的地位 它必须维持这个合理的价格 更丰富的配备 以及更好的动力表现等等 至于 Honda City 会不会继续延续这个 B Segment 的霸主地位呢 这个我们就要等待新车发布之后 跟它的主要对手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才会知道的 至于上市时间呢 我相信可能会在今年内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除了几张在本地测试的跌照之外呢 就没有更多 2020 Honda City 的消息了 加上现在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这款车最快最快可能要今年的第3号第4季 甚至要到明年我们才可以看到了 可是好的东西还是值得等待的 我相信最终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2020 Honda City 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不过不知道在荧幕前面的人 喜欢这个 1.0 的 VT Turbo 引擎 还是喜欢这个 1.5 的新引擎呢 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